所以这个节奏多少有点头重脚轻 再一个杨子琼演的于秀莲 虽然把那种大加龟秀 我沉稳劲演出来了 可是这里边失去了 原来卧虎藏龙的那种 东方美式的含蓄 整个这编剧由于是偏西方话 整个这人物也显得外露 你向这故事情节的推动 完全靠于秀莲本人就在那说台词 甚至最后结尾的时候 还像小一生写作文一样 写个忠心思想 武侠 道义 责任 担当 就是显得不那么行云流水 跟原来李安岛那个卧虎藏龙相比 在整个结构上没那么顺 在意境上也没那么中国化 《卧虎藏龙2》 清明宝剑的编剧 就是2008年上映的 《功夫之王》的编剧 约翰·福斯克 《功夫之王》难得的 将两位功夫巨星 成龙和李连杰 急于一台共演功夫大戏 但是由于好莱坞的编剧 对于中国武侠的理解偏差 将一部讲述中国文化的电影 变成了不伦不类的 中国版《指环王》 《指环王》中 讲述的是矮人族少年 保护戒指的故事 而《功夫之王》就是将戒指 换成了金箍棒而已 整个故事里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坏人 只有性格有缺陷 不小心办了坏事的好人 完全脱离了传统武侠的逻辑和行为方式 让大部分观众感觉索然无味 与中国传统的武侠电影相去甚远 而电影《卧虎藏龙2》 《清明宝剑》 从编剧层面来讲 同样面临着 无法突破中外文化壁垒的大问题 可是这么一部片子呢 如果你从编剧角度来讲 不怎么理想 但是你在电影院看完 我看完了之后 我跟身边人交流 大家共同的感觉是 这个电影是一部诚意之作 导演挺有诚意 这里头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呢 打斗 就武打场面 包括像在冰湖上那一场大战 非常漂亮 有一些七思妙想 就取警各方面不糊弄 很有诚意 就说这个呢 我们不用看故事情节 故事情节虽然有很多漏洞 但是就看武打场面 这票钱就值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片子的导演呢 不是李安了 换了 换成了袁和平 袁和平原来是干嘛的呢 武处指导 而且袁和平和沃虎藏龙系列 有着非常深的渊源 你问李安岛的沃虎藏龙 武处指导就是袁和平